然後也不差喔 所以他在整個排高烈鷹這個系列戰裡面 絕對是球隊非常重要的一個進攻點喔 克里斯在籃下舉分 又是個mismatch 用左手克里斯吸掉了普凱翔 打法都改變了 進攻系統也改變了 又是一個曾文迪的一個漂亮的傳球 再來一次 這是找阿巴西在地板傳球 克里斯用左手的抛頭的 好 來看到在進區裡面 哇 這個轉身漂亮了 進區裡面 克里斯 Nice Chris 球沒有 球沒有收好 如果收好的話 肯定來一個轉身硬上 對 克里斯的代夫的抛頭 依然是省準 地板給球 這一球 前面沒有防守者了 克里斯的上籃得分 又是林維翰的助攻 主攻 當時 克里斯最後選擇三個外線的突走進 總算喔 利用 台鋼這邊一次輪轉鞋防的失誤 产生了一個外圍比較大的投射空檔 克里斯把握住這一次的投射 9比9 看一下進攻時間 7秒鐘要來單打 晴恩 是往進區裡面 然後再傳出 這球傳得漂亮 找到了克里斯 所以在第一節的比賽 最後 周青特攻 30比25 那一次是失守 基本上他的進攻的慾望跟能力還是存在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也不差 所以他在整個排光烈鷹這個系列戰裡面 絕對是球隊非常重要的一個進攻點 好 克里斯在籃下取分 清明勝切入之後分球 經過一個Pick and Roll之後在籃下取分 一個mismatch 艾德一個轉身 沒進但是籃下克里斯擺進 而且還造成了半歸 持續的做單檔的掩護 要找沉下去的克里斯 艾德在籃下輕鬆的擺進 整體的進攻沒有太大的問題 有內有外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防守端 你頂不住整個中心特攻 完全沒人管 克里斯的3分9 他剛剛要穩住 這邊直接撞進來會是一個進攻犯規 繞過來讓克里斯來單打 克里斯今天怎麼打都對 阿丹呢 阿巴西拿到球之後直接出手 歪了 阿丹來一下 又是克里斯阿 這一次並沒有造成犯規 林韋翰看了一下一個轉身 傳地板傳球 一個假動作 克里斯 克里斯在game1 被稱作是無所不在 得分籃板火鍋助攻 樣樣都可以 都再給回來 在底線 克里斯的出手 好 拋對 克里斯的高拋 也給他拋進去 而且有哨韻 N1 又是古典的popping and roll 又是個mismatch 左手克里斯吃掉了 胡凱翔 打法都改變了 進攻系統也改變了 又是一個真溫底的 一個漂亮的傳球 哇 再來一次 這是找阿巴西 在地板傳球 克里斯用左手的抬頭得分 好 來看到 在禁區裡面 哇 那現在還是維持三分差 你要誰能夠拿下比賽 所以你還很難說 從夾縫中間傳出來 哇 這個轉身漂亮 要進去裡面 克里斯 Nice 籃板球的一個機會 哇 這邊越過了德普拉 拋進兩分 做突破 對 好 陳溫底 怎麼沒有人理到 在籃下這麼遠距 哇 現在德普拉倒地 一瞬間交給了克里斯 簡單的拋頭得分 哇 這一個 到了冠軍賽當中 他的一個命中率又開始掉下來 第一場的比賽還不錯 但是呢 這個放滿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李漢森要到了一個三分球啊 直線 現在是三比三平手 來得相當的好齁 轉身難打這個拋頭 有了 前面所收到克里斯的這種拋頭 小勾索 真的很難熟 金恩給敲走 李漢 繞了一圈 來到後面 克里斯上籃 有了 這就是中間各公可怕的地方 前撲後擊 兩邊目前的先發陣容 都跟前幾場一樣 都沒有做任何的修正 對 哦 克里斯他的一個招牌拋頭 球沒有 球沒有收好 如果收好的話 肯定拿一個轉身硬上 對 克里斯的代夫的拋頭 依然是省準啊 一板給球 這一球 前面沒有防守者了 克里斯的上籃得分 又是林維漢的助攻 阿巴西再交給克里斯 直接拿下來的拋頭進了 反過得分了 他終於是在兩分多中 列銀隊有所得分 但反過來之後 特攻這邊再拿兩分 對 艾德選擇壓進來交小球 克里斯閃過了第一個防守者 但布拉也沒有辦法蓋到他 面對雙巨頭 真的是相當的冷靜 還是選擇出手了 哇 克里斯 這兩個真的是五一九 可以